以前在還沒有嫁台灣之前 我一直都很崇拜看這個過年 都會看過年的電影 很感動 然後就是 但是呢 我結婚了以後就覺得 對 因為過年會有一段就是要熟睡 那時候覺得為什麼不能睡 他說 我光學這個香我學很久 因為我擦的時候都會擦歪 不行喔 我也不行喔 對 你會碰到吉他的 然後你要把它弄正 我這個正我就訓練很久 然後再來這個熟睡的話 是不能讓它斷掉 大概再這樣子 要趕快再點一隻 你就要趕快再點一個 再接著這樣 對 你不能喔 太少也不行喔 你們家 你們父親是真的很傳統 對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是要讓他們 長命百歲 一個就是尊重長輩 對 然後你不能睡 就是要一直輪流 我跟我先生還有其他的姊妹 就是我們要一直輪流 那你現在你的那個 婆婆幾歲了 七十 七十多 這樣 一次啦 過年我都要 大概要走五六天 對啊 買一個菜 買個水果 而且那個什麼雞鴨 你又不能提前買 你都常常 禮拜 禮拜我們要圍爐嘛 差不多禮拜我們就要去 傳那些名字 還傳水果 還傳湯片 再拆個雞鴨要再擺 真的 我都腳踏車 走到要歪幽 現在大家真的方便 都是訂年產 對啊 真的 與時俱進 對 而且現在都小家庭也比較多 不是那種大家庭 對不對 所以這種好媳婦 真的要搞定很多事情 到底還有哪一些事情 搞不定 好 這現代人常常都說 我們結婚不是為了生小孩 但是你生了小孩之後 哇塞 你身分地位可就不同了 所以第二名呢 就是你生了小孩 就成為滿分媳婦了 有這個女網友就分享說 她前後生了一男一女 結果公公就包了20萬的紅包給她 哇塞 媳婦們 你也有這種生育獎金嗎 台灣好媳婦啊 林佩甄就這樣啊 剛好一個好字 你看多好 生到第二胎男生的時候 他說他出月子中心走路 都覺得有風 對啊 一男一女就覺得 好像工作是結束了 沒有壓力了 就後面要生什麼就生啊 對 就隨便 對啊 大家結完婚之後有被催生嗎 有 有 妳有吧 有壓力喔 就我的婆婆真的很喜歡帶小孩 自己的兒子的那個孫子以外 那個鄰居的小孩也都帶 有小孩子她喜歡帶阿嬤的感覺 對 當然喜歡 所以都結婚之後見面 就是被說什麼時候生啊 當時 當時要生啊 對啊 但是婆婆是很可愛 就是個性很開朗的人 所以我沒有覺得 她不會強求啦 沒有壓力很大 對 沒有壓力 但是今年有一次 家人的男人存主裡面 有收到 我大嫂傳給我那個 我結婚的時候的照片說 結婚四周年快樂 那媽媽看到就回說 已經四年了 趕快生一個吧 相對 也是壓力啊 壓力啊 但是見面的時候是沒有壓力 但是看到文字就是不一樣 對 很有緊張起來 後來呢 我的可愛的小學生的子女 跑來跟我撒嬌說 Mariko 你什麼時候生小孩啊 趕快想要我開 連小孩都給你壓力 小妹妹什麼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她是自己想到 或者是有人告訴她 這應該背後有高人之點 對 高人之點 但是如果這樣下去 我也會 壓力越來越大 也就是亂想嘛 所以我決定找婆婆 就是認真的 談說我 跟她溝通一下 對 我現在跟我老公也長好 首先好好的工作 然後就是生小孩的事情 就迅極自然 不過玉山姐 如果妳生小孩 妳覺得真的會影響到 一個媳婦兒的地位嗎 不會耶 我就認為說妳有沒有生 都無所謂 妳要生小孩 但是如果妳有的時候 妳絕對不可以趕快拿掉 因為佛教徒我們不殺生 所以我媳婦生兩個 不小心第三個又懷孕了 我兒子又假裝 阿嬤 生了 她說有了 我看有就要生了 她說沒有 她要拿掉 我說不行啊 妳既然是有了 是妳們不小心 責任是妳 但是妳不能去殺那個小孩的 對 所以我就說我們只有 還不錯生了三個 那是因為妳現在生三個來講這個 如果到現在妳媳婦兒還沒生 妳會不會緊張 不會 我跟你說 尤其我現在這個當人家的婆婆 我都跟你說 沒生比較輕鬆 跟你說 自己活著很快樂 你到了老的時候 你還是一個人嘛 像我媳婦 我沒有跟他們住在一起 他們是過他們的生活 我過我們的生活 互相彼此之間 我們過得快樂 妳覺得玉琛姐是在講真心嗎 越來越來越無壞 我們就暫節將軍 沒有 我們就暫節 真的 揭曉第一名的是什麼 欣姐 好 第一名就是 每年送禮就是要不斷地突破 網友說這個送親戚 也是要客製化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送禮一定要送到新坎裡 你送得好功夫 我才會有面子 所以我高達37.9% 我認為說 你只要搞定送禮就OK啦 真的確實耶 我非常同意耶 那你要看兒女她們有沒有錢 如果她沒有錢 那就 換我們客戶再倒閉 怎麼剛才出場 對 我只是認為說 你平常 男朋友平常是最重要 你平常對我孝順 順從我 有聽我的話 過年有錢沒錢 那是一回事 對 對 平常 是嗎 玉琛姐 做人要憑兩虛 我跟你講 現在就是年輕人 要了解老人家的心 其實不一定什麼錢不錢 你要什麼力量 對啊 你像什麼補添結 柴友 這裡有人吃 平常都沒在碰 那不要 你天天一個月 每天都來見我 這樣就OK了 或是我每個打個電話 跟你問候一下 對啊 我每個打個電話 每個問候一下 然後過年收到紅包 你們不會吹笑話 對啊 還是會開心 對啦 我是覺得這個送禮 是一定要送到新坎裡 就是你要 切合到他們家的狀況 送到新坎裡 怎麼說呢 因為我剛剛就有說 我公婆他們就是 做事業的 所以他其實 年紀 我老公年紀很小的時候 都已經送出國了 所以他們很習慣 身邊沒有小孩在身邊 所以任何的節日 比如說生日什麼 他們都沒有要一起過的習慣 所以我交到他們家之後 我就會盡量 把大家聚在一起 例如每年 就會規劃一個家族旅行 但他們去了日本 然後去到日本一個地方 叫群馬縣 群馬縣裡面有一棟城堡 然後你知道 那個城堡很酷的是 很美很美很美 它叫做索星城 它是從國外 某歐洲某一個地方 然後日本一個藝人 看到這個城堡之後 他把它一磚一瓦 搬回群馬縣 原汁原味 建造在群馬這個地方 弄起來了 所以非常非常漂亮 搭配就是冬天這個雪景 非常的美 就跟他們整趟旅程 這種很日本味不一樣 進去裡面之後 他們就會有一個服務 就是你可以換衣服 你可以穿這個公主的衣服 演凡爾賽玫瑰 不是 然後旁邊就有整堆的 假髮 黃罐 你就是要整套 這哪一個是你婆婆 最右邊那一個 很年輕 你就是要有 黃罐 假髮 在那邊供你使用 你要整套變成凡爾賽玫瑰 那個就站在中間那個是誰 那個是我小姑 難怪我想說 芳瑰妳敢佔正宗她 真的 真的 但是妳知道嗎 妳要怎麼樣 把它配成這樣 所以這個造型師是誰 就是我本人 我當年同學 我就是幫他們配那個 所以妳把妳的婆婆 跟小姑搞成這樣 然後妳自己是正常的 我是幫... 我就要讓他們弄 我幫他們 我是造型師耶 妳有想過他們的感受嗎 對啊 妳確定婆婆有高興 等一下 妳不要這樣講 但是那個整套 因為禮服的租戒 只有兩個小時 我要在兩個小時之內 把三個人的妝髮 全部都弄好 我要當攝影師 拿我手機幫他們拍照 這些照片都是我本人拍的 不是攝影 我本人... 你看 我本人幫他們拍 就是跟拍 他們要這樣子 我要跟拍 要拍在地下幫他們拍 我就說媽媽 妳有這樣子過嗎 她就說 我從來沒有穿過這種衣服 然後咬牙蟹齒 沒有婚紗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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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他就說連婚紗照片 他都沒有拍過 他就很感動 你知道嗎 他的家境不錯 才可以這樣子 就這樣 其實如果沒有錢 只要我們 如果沒錢 有沒錢的作法 人家說 一天一天 看來是要拜託 你平常孝順他 順從他 在意 在意 要在意看 夠了 不然一人都要嚇死 要去哪裡搶這樣 都會這樣 婆婆 你都不知道我的用心 但是說實在話 你如果要送長輩旅行 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恐怖 因為你真的什麼都安排好 你又不能太累 又不能太無聊 吃的東西要合他們的胃口 而且還有姑姑 小姑在 對 對 可怕的小姑 對 要配合他們的節奏 所以其實真的就是 你要了解他們 到底想要什麼東西 所以其實像我的婆婆 我覺得她就是很開朗 很現代 其實她什麼都有 那你送她什麼 其實她可能都沒有 太大的這種開心 所以我最後就把 我家的鑰匙送給她 她就說 媽 我說 我知道妳常常想要來看孫子 所以我就讓妳擁有 我們家的鑰匙 任何時間 妳想要來我們家 妳就自己開門進來 吸塵器在這裡 沒有 她就來給她看孩子 很好自己洗乾淨 那我婆婆就很開心 其實我說 妳這個婆婆 跟妳這樣子比較貼心 就當作是朋友 那妳這樣子其實講 她們是有錢 但是妳的壓力更大 妳好像就是要跟同她們 好像是女傭 多減 我還是比較喜歡這樣子 她真的過得比較好 而且妳也遇到妳婆婆 是可以給妳這樣打扮的 我真的很少婆婆可以這樣吧 什麼 所以她婆婆也好 她總是體驗 她覺得她很感動 真的 真的 她有把這個照片 掛在他們客廳裡面嗎 好像沒有 對啊 妳有聽過她跟朋友 談起過這個旅程嗎 好像沒有 不然怎樣 很速說都是一個新意 真的 好 好 很快